分数小孩特别在意 很在意 那时候周老师还说 我不是要在意他的分数 而是因为他分数太低 孩子他在学校里 他会对他不利 其实因为小孩的价值 就是有分数来评定的 所以你怕你的孩子 会有这方面的压力 这个担心是构成了 他陪孩子学习的主要动力 对我不想让他受眼前苦 我不认为 现在的学学成绩差 会造成他将来的一种失败 但是他受眼前苦 孩子那么小 然后为天天那么痛苦 这肯定会让他的心理 造成一种 我觉得有阴影 以后就会对他 整个性格都会有影响的 所以您是真的陪他 复习功课 教古文 亲自教古文 他们两个人一块在那比赛 被越洋楼记 初诗表 初诗表特别难背 我儿子特别狠 说他怎么能写一千多字 特别的拗口 所以爸爸陪着背 对 因为其实他们选的古文不错的 我觉得现在中学语文教学 那个古诗文这一部分都选得不错 我现在很感激当年我学的那些古文 我发现我现在会背的 都是当年背的那些 中学的时候 当年也是觉得好麻烦 还要背 但现在回过头去是感激的 对 我觉得原来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没有让他感觉到这些古文的这种美 这种有趣 有意思 所以你跟他一起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你会跟他讲 我会跟他讲 这好在什么地方 他还真的明白 所以你们家的私塾 这个档次很高 而且我有时候 真的觉得那个景象还是很动人的 餐桌一盏灯 吊着爷儿俩一边坐一个 一人 我们家所有的教材都是两份 周老师会把他所有的教材 都从网上再买一份 他自己学一遍 你能想象他重新学初中数学 初中物理 他当年理科很好 数学不是问题 物理是要记忆的 所以物理是要重新学的 但是您能够这样全面地参与 小孩的学习跟成长 我的确有点没想到 我知道参与 但这样的深度参与 我是没想到的 不分科目 不分科目 我没想到的